花蓮盛安宫在大年初二抽国运签 由主委黄永玉向母娘前程其拜 抽出了市农工商各行业的虎年运势 经过30分钟博博抽出了整体运势是中上签 黄永玉表示说母娘指示 在今年依然是重重困难 但只要大家携手同心小心谨慎 一定可以平安度过 大年初二花蓮盛安宫抽国运签 由主委黄永玉向母娘前程其拜 抽出了市农工商各行业的虎年运势 每一支签都必须要连续三个圣杯 经过三十分钟拔杯 五大运签终于出炉 经过道教礼老师解读 今年抽出的是中上签 母娘指示今年依然有重重困难 但只要大家携手同心小心谨慎 都可以平安度过 几个圈 一个是碎金圈 再来人口 再来农业 商业 还有这个海东 海东 海东大家知道 就是 在民主里的 海东 今年事实上 我们看我们的碎金圈 为主 是一个中上签 当然我们今年真的有重重的难关 事实上还摆在我们面前 可是他这个签一定是我们 我们都能够平安过 总统可以平安来度过 也是自己要尽量 配合政府防御 大家要照顾自己 照顾很好 当然 我相信 我们每年 每年国运圈都非常敏感 非常顺 观光囊过 我们也观光过 希望大家 保护自己 保护自己 保护政府的防御 来做好 我们的防御 新春期间各大庙宇香火鼎盛 许多民众前往庙里走春 参拜 安太岁点光明灯 都希望神明保佑 新的一年 平安吉祥 世事顺利 借旅会吉安相报导